激动啊 激动 终于又有一部挺带劲的剧可以追了 《唐朝鬼是路2》昨晚首播 两年果然没有白等 爱奇艺一口放出了六集 原班人马 卢凌峰还是那个不稳重的豹脾气 还是那个原汁原味 苏鲁明和鸡那士登场的时候 那感觉就像是小时候看射雕啊 黄蓉换女装时候也很激动 这第二季刚开始播啊 弹幕就已经开始呼唤第四季五季了 第二季的剧情延续了第一季的神秘背景和精彩风格 开篇按键 降魔变 说的是大唐第一壁画师秦孝白 受长公主制邀 也就是卢凌峰的生母啊 于长安大寺成佛寺绘制相摩辩 公主欲于此壁画 为天后祈祷名符 整幅壁画精妙绝伦 秦孝白还口出狂言 称其所化魔王可脱壁 结果连续死了三个人 均被剖腹挖肝 喜军 喜军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画出了凶手居然是壁画之上的魔王 第一个案件就此引出 还是语言之原味的那种感觉啊 节奏还是很紧凑 原本分了六集的剧情 现在用了两集就已经讲述的挺清楚的 一点都不拖沓 但是第一集还是有点惨烈 没想到这个锅庄领盒犯了 整个案件可以说是层层推进 而且杨旭文的打戏也还是流畅利落 唐鬼这个剧的这个好看之处 就在于他的悬疑性很强 每个案件最后的大boss 都不是那么容易猜出来 就会让你跟着剧情情不自禁的 往下走 抽丝剥茧 而且平台一口气更新了六集 对观众也是很友好 第一案子用了五集半告破 先把观众给喂饱了 然后留了半集 剧情承接下一个案子 掉足了胃口 但是好在唐鬼二是每天更新 周末也不会断更 这个节奏我相当喜欢 唐鬼二这个剧就一直非常的美剧 它是单元结构 所以每个单元都很精彩 当然同样是单元剧 有的国善剧拍的也并不好 另外还想夸一下 跟第一集相比 唐鬼二的画面质感又升级了 从第一集开始就被夸赞的浮华到 这次也明显的更加讲究了 总的来说挺不错的 这个剧可以追 今晚大家一起继续等更新吧